开车出发前,你如何检查你胎压?用手压,用脚踢。但是,只有当胎压低于20psi时候,才能被感受到,一般而言,标准胎压是32psi到36psi之间,胎压不足是造成爆胎的主要原因。 适当的胎压对于驾驶人的重要性已是全球性的一题了。 在美国,所有的乘用车自2008年11月后的新车都需要安装胎压监测器。在欧盟,所有的乘用车自2014年11月后的新车都需要安装胎压监测器。在南韩,所有的乘用车自2013年1月后的新车都需要安装胎压监测器。 在台湾,所有的乘用车自2016年7月后的新车都需要安装胎压监测器。 在大陆,政府已经公告从2019年开始,陆续强制新车要配备胎压监测系统。 乘的电子提供您多种车款的胎压监测器。乘用车,二轮车,多轮车。 乘用车。产品有OTO自动定位技术,可以减少血码的繁杂步骤。我们有多种的面板跟电源线可供选择。 二轮车。L造型的传感器,适用大多数的轮圈,百分之百防水。 骑士即使在雨天也能立即知道胎压。 多轮车。专为卡车及拖车设计,最高支援30轮,透过手机或视频板即可知道胎压胎温。 快去我们的网站看更多的产品细节。